专业摄影律镜收藏馆 调整鱼眼或广角造成的弯曲相片 在拍摄相片的时候是否会常遇到因为使用广角镜头 或者是鱼眼的镜头 还有手持相机的角度 而拍摄出歪斜扭曲的相片 这时候就可以运用镜头校正以及最视化广角这两个滤镜来进行调整 那首先我们要先说明的是镜头校正的滤镜 在开始制作之前呢 我们先来浏览一下完成的作品 在原本的这张影像当中 它呈现的是有点歪斜的状况 那我们要将这张影像运用镜头校正的功能 将相片来进行转正的设定 那浏览了完成作品的结果之后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实际操作看看 首先请您先开启本书范例原始档 09-01A.ZPG档案来进行练习 为了让我们可以在影像套用校正效果之后 可以比对差异性 那接下来我们要先复制背景图层 然后来保留影像原始的状态 请您先选按Ctrl加Z键 复制一个图层之后 重新命名为歪斜校正 输入好图层的名称之后 接下来要利用水平线来进行歪斜影像的校正 请您选按滤镜 镜头校正 这时呢它会开启一个镜头校正的对话方块 在开始设定之前 我们先来说明一下滤镜的设定项目 那首先是自动校正的标签 在这个自动校正的标签当中 它主要是依据影像中的EXIF中继资料档 以便识别用于拍摄影像的相机以及镜头 还有相符的镜头描述档来进行做校正 那如果说您的影像当中并没有储存这些资料 或是无法自动判别出最适合的设定值时 这时候您就可以透过自定标签 来设定相关校正的项目 那大概了解了一下 这个对话方块相关的调整项目说明之后 现在我们就来进行影像的校正设定 那在这个对话方块当中 我们要透过拉直工具 来将这张影像来转正 您的影像当中拥有镜头描述档 那在自动校正当中 它就会在搜寻准则当中来显示相机所拥有的相关资讯 那在本范例当中请您核选自动缩放影像 然后在搜寻准则当中来设定相关的选项 设定好之后 在工具箱选按拉直工具钮之后 请您将滑鼠指标移置到火车车厢下方的左侧 按住滑鼠左键不放 拖曳到右边的车厢下方 然后再放开滑鼠左键 这时候软体它会判断这一张影像的水平位置 然后它会计算出歪斜的角度之后 再将这张相片来进行转正 当您核选下方的预示时 就可以在预示区当中来看到调整的结果 如果说您觉得校正的效果不是非常的确切 您可以再切换自定标签 可以透过这些选项再来做西部的调整 完成之后再选按确定钮 这样呢就完成了歪斜影像校正的设定 接下来我们要说明的是最视化广角滤镜 那我们知道说鱼眼镜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一个超广角镜头 常用来拍摄广阔的风景或者是室内拍摄 那不少的摄影师都喜欢使用鱼眼镜头来夸张变形 并且营造影像的气势以及空间感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范例 它要调整的是由鱼眼镜头拍摄出的弯曲相片 然后我们要将相片中弯曲的影像来拉直 让相片能够恢复到一般视觉的角度 在开始制作之前请先来看一下完成的作品 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要透过最视化广角的这个滤镜 原本扭曲的相片来进行校正 那浏览了完成结果之后 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进行操作 那请您先开启09-01b.jpg这张影像来进行练习 那为了让这张影像套用校正效果后 可以比对差异性 一样我们要先复制背景涂层 请您选按Ctrl加Z键 复制一个涂层之后 然后重新命名为扭曲校正 那接下来我们要透过语言 以及限制工具的功能来进行校正 请您选按滤镜最视化广角 在开启的最视化广角的对话方块当中 我们首先先来针对这个对话方块的选项 来进行简单的介绍 在左边的工具项当中 有五个校正的工具钮 来提供您可以做使用 那在校正右边的校正选项当中 它分为有语言透视自动跟完整球面 四个选项 在下方您可以和弦预览或者是显示限制 或者是您可以和弦显示网文来进行做调整 那在本范例当中我们就不做和弦的动作 那大概浏览了一下这个对话方块当中的相关设定之后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为这张影像来进行校正的设定 然后我们要先透过语言校正的选项来进行初步的扭曲校正 再来我们就要利用限制工具钮来绘制线段 来校正引向中弯区的直线 那请您设定校正为语言 先让软体能够校正相片桶状的状况 然后请您在选按工具箱中的限制工具钮 请您将滑鼠指标移置到左边这个柱子上 呈现十字状时沿着柱子的弧度往下拖曳 然后再放开滑鼠左键 这样呢就完成了第一个柱子弯曲的校正 在这张影像当中我们看到上方还有右边 下方都还是呈现弯曲的状况 那请您依相同的方式 拖曳线段来进行其他弯曲的校正 那完成初步将四边扭曲的柱子拉直之后 看起来好像不是非常的完整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运用线段的空点 来进行细部的调整 那空点它有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中间这个空点 它是可以调整线段弯曲的角度 而中间旁边这两个左右两个空点 可以调整线段旋转的角度 最右侧最外侧的两个空点 就是可以调整线段的长短 那首先我们来调整的是下方的柱子还有一些弯曲的部分 那请您将滑鼠指标移置到中间这个空点上 呈现一个黑色的十字状石往上拖曳 这样呢就可以将下方的原本还是有点弯曲的柱子 将它拉直 那您可以依相同的方式呢 在细部的调整 还有弯曲的部分 若是您在调整当中觉得线段绘制错误 您可以选取该线段之后 然后再按键盘上的Delete键 就可以再重新绘制线段来校正弯曲的部分 那完成之后请您按确定钮 回到编辑区当中 那请先在图层面板先隐藏背景这个图层 然后我们要来透过裁切工具呢 来将边缘空白的部分裁切掉 那请先选按工具面板当中的裁切工具钮 然后在选项列当中设定 2×3跟4×6这个选项 您可以拖曳合适的裁切框大小以及位置 设定好之后呢 请您按Enter键 这样呢就完成了裁切的动作 也就完成了扭曲影像的校正设定 以上就是调整鱼眼或广角造成的弯曲相片 操作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